包记者和学生等等回来的时候,究竟记者应不应该撤退呢? 有另一个难题 不是难题,是觉得自己当时很不合格 为什么呢? 上街都是记者,没有事嘛 你记不记得自己的决定? 当时很多部门主管很难做,因为他们很多条生命在他们手上 他们要跟很多家庭交代,他们是难做的 我也知道很多记者当时香港记者是不肯走 是很多人拉着他们要走,哭着求他们走 有个记者进了医院,中了蛋,我们叫他回香港医院 我听说,我不在现场,大家都是哭着叫他走 当时我说你们是有难度,你们在那里流又是难,走又是难 有个包记者来了 是,不过总括来说,香港记者当时整体来说 经验相对来说,在这些场面上是比较右联躁疏 有一些惊恐的状态,包括我自己 及后还在电视上叫他们回来,很危险 造成了很多行家在北京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后来那些同事回来,行家回来都说 其实你做什么在电视上? 吵子把闭而已,搞到我妈就打电话来 爸爸就打电话来,老总就打电话来 终于不想走都被你逼夺了 这个情况就是,现在二十年后再回想 我只可以这么说,当时我说那番话的时候 我是真心实意担心他们 现在过去了,经了视障一致 只能够说我当时看得不准,或者我自己胆怯 也很难做 其实每一个记者哪一分钟离开採访的现场 都是一个痛苦决定 我自己五月底走,其实我都很痛苦 因为我在那里三四十天,由胡耀邦死到五月底 我是最熟的现场,为什么我要走呢? 因为当时大家记得当时那些卫星没有了 需要一些记者摄影带一些带回来 目的也是想带播给观众看 那我们当时就轮嘴要带 轮到我,我想不带 我和阿峰和很多记者一样 我们真的三十天四十天都不敢打一个电话回香港 因为知道要打电话回来 香港不会让我们留在那里 家里人很想念 就会像陈元智刚才 一路做事没事的 但一和家人一通电话 他和他爸爸一通电话 就立刻失了房子 我们不打的,因为根本不需要打 每天我在电台都说话,在电视都说话 他知道你在那里了 他看着新闻就知道你安全了 所以我回到来,我们都很后悔 但我们进到家里第一步的风 你知道什么事吗? 妈妈就把皮箱收起了 不准再出发 不准再出发 皮箱也收不住 6月1日我们想再上去 6月3日再上去 没办法再上去 上不回去 为什么我重提这件事呢? 因为当时包云龙先生和我 时候都有提及相关撤退 是不是一个适当的做法 我跟他说 其实我和阿包说 我想一想 其实当时走 现在想起来 其实都是一种错误的决定 原因是看回当时有很多西方记者 日本记者都没事 唯独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呢? 阿包当时即时回应 他说 其实在机场我都十五十六 不过捉住你十几个猴子 我可以怎样呢? 他说 其实我想过 我送完你之后 我自己下回来 即是下回机 他说 不过我知道我下机 你一定跟着 局主不停下回来 3日晚上打开电视 在看 听到开第一枪 赵紫阳说 他在散步 听到第一枪 惨剧终之发生 我们曾经采访的记者 听到第一枪 就是说我们在等了这么久 凤下开 等了这么多日 就是没有流过一滴血 我们就很为民主运动感到骄傲 就是没有流过一滴血 但是到那一天 我们知道会流血 我都关掉电视 我觉得我都没有需要看下去了 这个结果是我们最不想见到的 嗯 刚才你问我 究竟 今合法二十年 就是我们做了什么 我估计你的题目就是 其实你二十年来 香港新闻界 不管整体 或者个人 其实是怎么发展的路程 我估计你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我自己看回 因为我自己离开了天安门广场之后 其实没多久 也都离开了当时服务的亚洲电视 嗯 那么就 闲聊了一会儿 一会儿 那就 没得了 当时 没得了 之余 不知所以 东楼西楼 其间 就是 刚刚华东水灾 哦 华东水灾的时候 我自己心里面 我刚刚搬到一个新屋里面 那里面 那厅很大的 哦 就是说我 就是 巴子弊地说 厅很大 因为有的十几十尺尺长 都叫做自觉很厉害 不过我没有说得太阔了 哈哈 可能六七尺 好了 那么我就经常在厅里 谈来谈去 有种不安 热窩上的牙蚂蚁 你说的牙蚂有不安 你不认为我离开中国的采访 我太太说 你干什么呀 我说没有 我想静一静你睡先 其实就是整天想 我有什么办法可以翻上去呢 怎样翻上去又可以做到事呢 就是因为当时 就是祖国 这两个字好像落孕那样落自己的心里面 就是自己觉得自己不能够 在这个工作崗位上贡献一些 那其实呢 其实呢 及后六四 华东水灾 跟着就是 云南 麗江地震 一大堆的事情 都是香港的人 不管记者也好 市民也好 心力一路去 就是贴着事情的发展走 这个和祖国的命运 越激就越深 共同呼吸这样的情况 及后民村大地震的时候就更之了 其实这十几年 香港人的生活和内地 就息息相关起来 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 整个新闻界或者传播媒界 其实呢 我自己看 未是好好捉住这个历史的机遇 将它的广播的范围 采访的范围 将它正规化了 在我们的版面 在我们的广播时段里面 我们依然是用着一个所谓 以香港为本位做中心 就是有事就上一上去 即使现在驻京的记者 除了驻京之外 但是我发展太慢了 你看看现在香港和广州 在说的是同城化 即是和深圳说的是同城化的步伐 火车要怎样生活圈 要怎样文化 即是对中国的采访和报道 是的 另外在台湾也是一样的 台湾现在我们的林局长都上去了 即是过去那边 好了 及后的往还会是怎样的 这个正正显示到 在这个时代里面 海峡两岸 港月之间 其实是一个大熔爐的过程里面 但是现在我们整个新闻界 你现在除了新闻之外 你可以听到有关台湾什么生活资讯母 你可不可以听到 广州的生活资讯母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现在日日来往就是这么多 但是回到香港 就好像加了一条和洛桥 什么都有一些类似两岸点滴 不是一点一滴 阿峰就看这个发展 我就回顧一下这个情况 你问我20年做了什么 回到香港 香港之后发生了六四 大家都真的不想重踏那块土地 我经常有些担心 我怎么可以回到长安街再采访 那条街我们每天跟着 那些学生 吴仪开戏的黄丹 在那里游行 日日在长安街游行 你知道我们做电视台的 我多矮多高也好都要帮着那个方仔 帮脚架拿电 在那里流了多少汗水 那当然就有很多血水 我们根本回不了去 那我们有什么要做呢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回到无线 就是将过去一个几月的带 其实我全剪辑了 我用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就长期不用采访了 公司命令我 公司剪带 我就将一个几月的新闻 剪辑了一个大约 其实你那个 亦都是你的伤心地 亦都是你的战斗的地方 亦都是你 不想重返 而且他还是戒严 其实我第一次重返去 是下一年 当天安门解禁 我估不到公司都仍然派我上去 他说陈余仪 你都是最熟行的 天安门 每一个都靠你採访过 你回上去 我说我都不想回 都要有个人做採访的 我再上去 那时候我就想 我那晚在那等 其实天气很冷 我们三四点起床 去那里等 等他解禁 如果我记错时间 一是十一点十二点 总之天气很冷 我去等他解禁 那个心情就觉得 还未平反 我觉得你应该将这个心情